我认为观光局长不适任 可是观光局的工作 观光局的业务根本没有在做 市长你现在要选总统了 我觉得他回去帮你选总统好了 观光局是高雄市政务最不适任的局长 可是呢 庞恒旭却是我们市长的最爱 你做的啊 你所有做的从你就职到现在 庆竹难输啊 他就是地底的冷泉啊 你不能够因为你比较吃生 就说了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 市长你有说过哦 就是在 在那个大会议会结束总统讯之后 你要调动人士 我告诉你 最应该调动的人是谁 就是观光局长潘恒旭 人才要适才适所 我觉得他很优秀 他行销他的点子很好 非常的优秀 可是观光局的工作 观光局的业务根本没有在做 市长你现在要选总统了 我觉得他回去帮你选总统好了 我觉得不用他了 或者说我们今天要裁车一个局处 我们干脆裁掉观光局好了 直接跟新闻局并变成观传局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观光局为了办活动 那我们就直接把那个观光局外包 其实我觉得 局长不是只有办活动 或是局长不是只有一出现在那些场合上面 我觉得观光局整个业务很多工作要去做 像我提到那些景点 我告诉你最夸张的是什么好吗 议长我在这边我也要说 所有的局处在质询完 针对议员的问题 针对议员要的资料 都会给回复 都会给资料 整个高雄市政府就只有观光局不给 到底有没有在工作 议事规则里面有说 举处在议员的资料要七天内给 我认为观光局长不失任 你放心 高雄市政府已经帮你打造一个无障碍 这是第一点要做 那我以后找观光局的话 都要直接找市长了吗 第二个就是透过议会这个咨询 观光局局长其实已经做了 我的感觉做得非常认真 有头发做到没头发了 你看头都剃光了 就是为了推展高雄的秃头节 他是真的一心一意 如果我们大人说 不是我们大人说make up 他的意思是说 很多秃头者欢迎来高雄观光 但是不要忘了化学治疗 很多癌症病患化疗又没有头发 会有一点点心理障碍 欢迎来高雄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议员 我们的财山的冷泉 是在一百年前 日本人 我长时间了 我在那三十年了啦 我问你这个身材来教我 你虽然你做老议员很久的 你没电影就在这里有数啊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就是有冷泉 他怎么来的 这个地方有冷泉 然后我们已经跟 交通部观光局申请了 四千五百万预算 他怎么来的 冷泉 他就是弟弟的冷泉啊 胡说八道 他就是弟弟的冷泉啊 议员你不能够因为你比较资深 就说了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 我资深在这里插不开 你很资深 但是你居然不知道这个冷泉 然后 局长 龙岩冷泉是因为 插刷是高楼酒 因为台湾刷不一样 所以如果没有荷水 大江的时候 拼大水的时候 高楼酒 他有两个地方 你刚才讲的那个龙岩冷泉 那个是夏天才有的 闭嘴的雪岩 所以他是这样来的 但是你不要乱讲 告诉错了教育 说冷泉加了就变温泉 然后 第二 春娜 春娜我告诉过你 春娜 失败你承不承认 我第一次在这里顺利 我爱他包容 我没参加 今天议员吃饭就给你点 但是我看不下去 我必须纠正你 我要让韩市长清楚 用人要得当 虽然他怎么爱你 子余说 他就不能给你这样 你哦 你不是在帮韩市长 你是在推韩市长下悬崖的